五遍第46 这一篇叫五遍 后面有五遍之计和素问七篇大论坛五云六七类似 前半部分对发病病因和几个具体的病进行了论述 篇名叫五遍内容不全是五遍还包括对病基的分析 这个分析不是哪个人想当然说的 所谓一本正经就是一概本源于正统的经典 为什么要本于经典 就是因为这些内容历代传承不变 到现在按照这个方式来治病还有效 经的意思就是如日月经天恒久不变 纺织上有经有尾 先放上经线然后往上织的较尾 这就是一个尺度一个纲领 一开始问疾病的起因或者生成 这些都属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归到中医基础理论后 归成了许多的条条框框 对里面的思想则难免割裂不全 我们通过这篇简单的论述 要领会到对病因的认识和治病的思路 皇帝问于绍于曰 于文百籍之时期也 遗生于风雨寒暑 寻毫毛而入凑里或复还 或留纸 或为风筹汗出 或为萧丹 或为寒热 或为流避 或为积举 其邪淫义 不可胜数 愿闻其故 夫同时得病 或病此 或病彼 义者天之为人身风呼 何其义也 绍于曰 父天之生风者 非以思百姓也 其行公平正直 犯者得之 毕者得无待 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皇帝问于绍于曰 这里不是问齐伯 前面说过 问到齐伯以外的人名的时候 问的是一个分支的专业问题 而像齐伯的大部分是医学的普遍问题 这相对来说就是各科的专业 这里相当于对基础理论中 关于发病的一个专业问题 于文百籍之时期也 时期 刚刚开始的时候 比胜于风雨寒暑 前面提到始于风雨寒暑 阴阳喜怒 饮食居处 这里只提到风雨寒暑 少于是一方面的专家 这里仅对外感病因的专题论述 没有提到阴阳居处和饮食喜怒 寻毫毛而入凑理 或复还 或留止 或为风肿汗出 风雨寒暑从外面往里走 有时就再退回来了 有的就留在汗毛或凑里了 有的留在这里形成风肿 不固定的肿战或是出汗 或为肖丹或为寒热或为流鼻 或为积聚 这就入理生成一些病了 积聚是更深的病 齐邪淫逸不可胜数 齐邪是指大邪 大邪过度泛滥进淫 大的邪气能弥漫全身 成了好多病 所以称百吉之十七 疾病的种类非常多 各种命名方法都有 比如对血管相关的头痛病 有二十多个命名 从经典到西医学的研究上都是这样的 要在深浅上外来的原因上仔细分析 愿闻其故 福同时得病或病此或病彼 一者天之为人生风呼和其一也 同时得病 有的人风一吹 头痛 有的人肚子痛 有的人后背痛 有的病这个 有的病那个是老天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风吗 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呢 这相当于西医学说的是因为感染了不同病毒 细菌和致病微生物呢 还是自然界为不同人生不同的病呢 这里提出了同一情况下 致病因素的问题 外因和内因的关系问题 发病过程中 人为主还是邪为主的问题 邪与症的主次问题 少于曰 父天之声风者 非以私百姓也 天之风 并不是单独为哪个人而生的 其行公平正直 是自然环境的情况 不要说是气候变了病毒生成了 大道无私 公平正直 犯者得知 毕者得无怠 而是因为人触犯了他 人避开就没事了 刮风了 身体触犯了风 就是违背了天的意思 天什么意思呢 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冬天一避藏 而人非得洗冷水澡 风吹一吹 那就不行 夏天 狗都在树荫下身舌 人非要在太阳下晒 那就是犯 而不是避 长夏季节 地上潮湿 雨露水湿太重 在地上睡觉 起来浑身沾了湿气 就都肿起来了 要避着 架个床 离开地 受湿气就少了 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并不是老天那个风飞追着人 非得让人得病 而是人不注意躲避而犯了他 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自然现象 一个客观事实 这里面既包含了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 包含了对西医学一些问题的根本分析 为什么抗生素越用越升级 疾病越来越多 为什么对艾滋病治疗困难 病毒是自然界的一种东西 人犯了自然的病毒而得病 并不是艾滋病的病毒或流感病毒 H1N1专门去对付谁 而人要造出个疫苗专门对抗他 自然存在的东西并不是偏于哪个人的 而是人去犯了他 人不去烂交 不做不解注射 怎么会得艾滋病 人犯了才会得 流感病毒 H1N1 人不去犯了他 不去到处流窜 不使自己的身体虚弱 怎么会得感冒 从对抗转到对自身的增强 这是中医治病的一个观点 皇帝曰一时遇封 同时得病 其病各异 愿闻其故 绍于曰 善呼其问 请论一笔匠人 匠人摩斧金 立刀销着财目 目之阴阳 尚有尖翠 尖者不入 翠者皮池 至其交结 而缺金辅焉 复一目之中 尖翠不同 尖者则刚 翠者一伤 况其财目之不同 皮之厚薄 知之多少 而各一耶 复目之早花先生业者 玉春双裂风 则花落而夜尾 久抱大汗 则翠目薄皮者 知条知少而夜尾 久阴隐语 则薄皮多知者 疲溃而露 足风抱起 则刚翠之木 知者误伤 秋双疾风 则刚翠之木 根摇而夜落 凡此无者 各有所伤 况于人乎 前面说发病内阴的重要性 和外阴的公平正直 对现代流行病的解释 同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现在疑难病的治疗 同样有指导意义 现在所谓预防流感的方药 相对这个理论就大可商榷了 比如金银花 西洋参 板蓝根 甘草预防 H1NE流感 就只是一般的想象了 增强症气不是靠这个 是靠顺似事而是寒暑 和喜怒而安居处 结阴阳而调刚柔 这是根本 而不是靠吃药 没病吃药 是没病找病 不可能给人锦上添花 下面通过具体的例子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 皇帝曰 一时遇风 同时得病 其病各异 愿闻其故 前面说了一时遇风 有得病的 有不得病的 有病这个的 有病那个的 同时得病的还各不相同 就像现在说都是感染一样的病毒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症状 如果说一样的病因 为什么会有不同表现 这也是西医学面临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抗病原微生物治疗过程中 是否都恰当 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少于曰 善呼其问 请问一笔匠人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这就相当于对西医学的疑问 包括对目前的疑问 这些解答都是有意义的 匠人磨斧金 利刀消灼财木 木之阴阳 尚有尖脆 用木匠干活做比喻 木匠在末世上磨斧子 金也是一种斧 木头有阴阳 有尖脆 木的上下分阴阳 烧和底分阴阳 向阳和背阴的不同 向阳的长得快 年轮是宽的 背阴的长得慢 年轮是窄的 找任何一个木头都能看出来 做古琴 啄才要辨别阴阳 是通过看木纹 纵着劈开怎么看阴阳 放水里 飘到上面的是阳 材质有轻微的不均匀 在水里都能反映出来 古琴卓制时非常讲究材料的阴阳 尖脆 树长到三百年 才一握粗 像黄羊木 紫檀木 就是尖的 几年的时间 长得很粗 像抛铜树 羊树 脆 尖着不入 脆着皮齿 像黄羊木 一斧子砍下只有一个小的切口 三百年还只有一握粗 那就是尖的 脆的 梧桐树 皮非常松齿 长两三年的 一直透下去 能按个坑 至其交结 而缺筋腐烟 交结如松树上的疙瘩 本来长了一个枝 反复被砍 形成一个细密疙瘩 斧头一砍 各处一个缺口 腹一木之中 尖脆不同 尖着则刚 脆着一伤 旷其材木之不同 皮之厚薄 脂之多少 而各一叶 一块木头中有硬的有脆的 更何况不同的木头呢 就像一个人腹背阴阳都不同 况且材质不同 运动员和常年久病的人之不同 有的树皮很厚 有的树皮很薄 这就是比照人 腹木之枣花先生 业者 玉春双裂风 则花落而业尾 有的树开花枣 春天刚暖和 就开花长叶了 假如突然遇到倒春寒 叶子落了 这一年就没有妄想 就像人 过早结婚生孩子的 体质弱 一遇到流行病 体弱就易改 酒抱大汗 则翠木薄皮者 这条只少而业尾 如果是到五六月春旱时 叶子长得特别旺的 枝特别多 特别脆的 一晒就尾了 松树怎么晒都没事 像抛桶树 水多 怕汗 松树皮多之少 晒不透就没事 酒阴隐语 得薄皮多之者 疲溃而入 怕汗怕烙 本来水就多 一烙了就鲜烂了 足风暴起 则刚脆之木 之者误伤 突然大风 本来就脆 脆之条当然就先折断了 雾就是无枝之木 没有分枝 从顶头就折断了 就像炮桶树 一年能长出一根杆来 长得很高 一刮风就断了 秋霜疾风 则刚脆之木 根摇而叶落 无论一年春夏秋冬 寒温暑时 都是长得快的 脆的 水分多的鲜伤 凡此无者 各有所伤 旷于人户 树长得快 弱的 邪气都耐受不了 何况是人呢 小孩脆弱的 就像那个树木 太脆 所以一年到头 有什么头痛感冒 先染上 还有过量用了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病人 白白胖胖的 身体虚弱 一动就汗出喘憋 也是一样 皇帝曰 以人应目 奈何 少于达曰 目之所伤也 结伤其之 指之刚脆而间 未成伤也 人之有肠病也 亦因其骨结皮肤凑理之不坚固者 邪之所舍也 故常为病也 皇帝曰 以人应目 奈何 人和树怎么个相比法呢 少于达曰 目之所伤也 结伤其之 树受伤时是从外面之上受伤的 指之刚脆而间 未成伤也 那些老木头之子就伤不了 人之有肠病也 亦因其骨结皮肤凑理之不坚固者 邪之所舍也 故常为病也 人受病 也是从皮肤上 骨头上 不坚固的地方先受伤 产妇生了孩子以后 腰称宽 肚皮称大了 生产也累了 受风 先从下容易受风 产后腰疼 产后下肢怕冷 哺乳期 乳房胀大 皮凑开泄 肢液出来上部脆弱 后背和胳膊受风的多 妇女和男人不同的就是产 乳过程 身体容易虚弱 容易生病 所以过去重视保护妇女 主内 说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省得受了风 在后院专门抚育下一代 这是保护妇女承担人类繁殖的重大责任 所以孔子说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就是说妇女和小儿 娇气不好养活 容易死亡 这也是从医学角度的说法之一吧 可不必当真 对妇女 产男是重大疑难 小儿 传染病是一大关 男养是说疾病比较多 容易生病 男人相对比较坚实些 比如肌肉比较发达 妇女脂肪和水分比较多 特别脆 特别软 容易受风 女子和小儿像抛桶树 特别嫩 男的就像老松木 比较结实 看肌肉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男养本身是有道理的 但现在男人也男养了 有男性病科 成了为人为难养也 人过得太娇气了 没有重体力活了 肌肉得不到锻炼了 不光人 连狗也难养了 宠物也难养 野狗野狼也不好养 被人侵占的没有地方了 野生动物极带保护 整个生物界都难养了 皇帝曰 人知善并封觉路汉者 何以后知 少于达曰 肉不尖 凑理书 则善并封 皇帝曰 何以后肉之不尖也 少于达曰 国肉不尖 而无分理 理者粗理 粗理而皮不治者 凑理书 此言其浑然者 以下论述了五个郑侯 现在先说辨证论治 郑侯诊断 什么叫证 什么是侯 这些基本的概念 关系到中医的辨证论治 以及正形标准诊断等的问题 皇帝曰 人知善并封觉路汉者 何以后知 后是等待的意思 说文解字后 四望也 四望也是等后的意思 等待着病的出现 或观察病的出现 有诊查的意思 所以后寸口 后人营就是诊查 诊而查之 就是通过这个真相 知道另一个真相 或者说有预见 或者说知道疾病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 或者说它的必然结果 正后就是看到一些具体的症状或体征 能判断病因 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这叫后知 现代正形之说 那是西学中的时候 为了方便西医的诊断 分出中医的正形来弄的 后来把正形成了一套的理论 成为疾病的本质 这个转化本身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现在说的辩证分形 本来是个虚化出来的概念 却成了中医的一个格式 有的人说 看中医要明白这叫什么诊断 什么正形 是什么法 什么方 得写出来 否则不按这个理论讨论 就是不合格 好多学生拿着那一套当作真理 那是缺乏历史根据 经典的根据的 是一个虚空的游戏 本来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有一个具体的表现 一个正 为什么叫正 是证据 正和正是一个字的俗写 说这个是症状 这个是正形 是一个阶段的概括 这是人为的规定 60年代还存在争论 后来写到教材中去 就把两个观点掺和在一起了 这个是背经的 这样凭空接一段 自己规定出来 就失去了根本 没有根本的中医 诊断 治疗没有依据 所以就导致疗效在降低 从业人数在减少 理论上催动了根本 就没有标准了 这里提到对五个病怎么后知 我们就看出来 这是一层一层逐步的推断 最终的目的都是落实在 可以把握的症上 才能够辨证 风绝露汗 针灸甲乙经上吸吸汗出 露露汗出 只反复发作的风绝病 或出汗 受风四肢冷 或者风气绝逆导致的 异常汗出 这都叫风绝露汗 何以后知 怎么诊查 怎么知道这个人 是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呢 少于达曰 肉不肩 凑理疏 则善病风 肌肉不够结实 凑理有点疏松 这样的人容易病风 或者叫以敢于疯 相对来说描述就显具体了 皇帝曰 何以后肉之不肩也 如何观察到肉不肩 是摸一摸 碰一碰 还是侧侧 必须控制到一个指标上 诊断才能有根据 治疗才能有把握 少于达曰 裹肉不肩 而无分离 应该是 肉不肩 有的说是 肉 肘膝关节的肉不肩 裹肉 是指裹部位的肉 根据前面所讲 肉指全身的肌肉 看肌肉的肩不肩 就看有没有分离 看到肌肉一块 是一块的能分出来 如拳击运动员 健美运动员 这是肌肉肩的 理者粗理 粗理而皮不治者 凑理书 有的说这是眼纹 混进去的 原因一个是断句的问题 再一个是文艺有重复 大概能看出分离来的 粗略的 浅显的肌肉有勾 皮不治 这是指尖密 细致 皮不细 粗 通过看到外面的凑理松 不细密 就知道里面的纹理也是粗的 四外揣内 此言其浑然者 浑的意思是大 浑然是大然 浑然一体就是皮 肉 凑理大概是混在一起 看肌肉坚实 表面上一块块肉凸起来 看皮肤松 毛孔大的 估计里面也是松的 这样的人就扇病风绝路寒 过于肥胖的妇女产后容易汗出 凑理松 皮肤不细腻 肉不结实 浑然一体 像小孩 白胖的 嫩嫩的 都属于扇病风 看着戏 很松软 风吹嫩之先折断 人也是一样 善病风绝路汗 善病哮喘 除汗 许多哮喘的病人常这样 在临床上 用了肾上腺皮质激素能平喘 反而出现皮肤的疏松 白白胖胖 更脆了 说明越治越易于受风了 黄帝约 人之善病消丹者 何以后治 少于达约 五脏皆柔弱者 善病消丹 黄帝约 何以之五脏之柔弱也 少于达约 夫柔弱者 必有刚强 刚强多怒 柔者一伤也 黄帝约 何以后柔弱之与刚强 少于达约 此人薄皮肤 而目坚固已身者 长冲直阳 其心刚 刚则多怒 怒则气上你 胸中蓄积 血气你流 宽皮冲击 血脉不行 转而为热 热则消肌肤 故为消丹 此言其人报纲 而即柔弱者也 黄帝约 人之善病消丹者 何以后治 第二个病 有的人容易患消丹 或者消丹反复发作不愈 这怎么来看 少于达约 五脏皆柔弱者 善病消丹 好病消丹的人 是因为五脏皆柔弱 黄帝约 何以之五脏之柔弱也 少于达约 夫柔弱者 必有刚强 药之人柔弱者 就有部分表现为刚强 之前讲到阴阳的关系 就像临床上好病寒冷的人 多是有个地方发热 好发热的人 有的地方发凉 柔弱的 有的地方刚强 柔弱的表象就是刚强 内在五脏的柔弱 表现在外为刚强 刚强多怒 柔者一伤眼 刚强的人 表现为多怒 脾气泡 好发怒的 常有毛病 里面弱 像抛桃树 叶子发的特别多 大叶子 长得很脆 里面是空心的 怎么知道萧丹呢 肌力上是五脏柔弱 怎么知道是五脏柔弱呢 是通过外在的真相知道内在的弱 比如假抗的人善怒 一句话说不合 火上来了 急了 吃得多还很瘦 内脏弱了 消耗得多了 五脏柔弱 皇帝曰 何以后柔弱之与刚强 皇帝三问 怎么知道柔弱和刚强 少达约 此人薄皮肤 这种人皮很薄 有天生皮薄的 天生皮厚的 静脉注射时对此感觉很明显 皮薄的竞针很快 皮厚的 觉得像进去了 但像次牛皮皮带一样 针头感觉顿顿的 手臂皮厚的像后背的皮一样 有的人弱 瘦瘦的 皮下组织没有 松松垮垮的 皮肤很薄 像透明的一样 而木坚固已深者 木坚固已深 眼眶凹陷着 这都是内脏柔弱的人 长冲直扬 长冲是长脖子往上抬 昂着头 喉咙冲着上 其心刚 刚则多怒 心刚 是对内脏刚和柔的推断 怎么样能知道呢 刚则多怒 多怒是可以把握的真相 木深也是可把握的真相 长冲直扬 也是可以把握的真相 这种人一般是只长脖子 昂着头 怒则气上你 胸中蓄肌 血气逆流 怒了以后气都在上面 脸红脖子粗 胸中蓄肌 气都在胸肺中 胸肺怒张 血气逆流 气血都乱了 不该留的地方留住了 宽皮冲肌 宽皮冲肌 这句话不好解释 是否只两大块部位的皮肤宽大 肌肉充满 从字面上可以这样解释 针灸甲已经是副皮冲胀 具体结合前后纹 指的就是冲大 蓄肌 是长大的现象 有人认为是版本不同或者是错纹 知道皮肤充满就行了 血脉不行 转而为热 热则消肌肤 故为消丹 这是消丹形成的机理 内脏柔弱加上怒气上你 最后血气逆流转化为热 热则消肌肤 就成为消丹了 典型的病是现在的假抗 多怒 善消 发热 就是因为内脏太柔弱 压不住火气 火气就发起来 发怒气就乱了 乱了就在里面消耗 现在叫代谢抗尽性疾病 从善怒和消丹来看 更像是西医学诊断的假抗 不像是糖尿病 不过木坚固以身是相反的 假抗常常饰眼秃的 这一点上不太像 此言其人爆肛而肌肉弱折也 看着特别刚强 一句话说的不对他就火了 肌肉是弱的 浑身乏力 吃得多喝得多排便也多 还乏力 有的时候在门诊问病人 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他还能告诉你 再问一句 他就拍桌子跟你翻脸了 火了 他自己也知道脾气不好 非常急躁 一会说话浑身抖 汗出 烦躁不安的样子 现在一般的保健知识比较普及了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以前在山区 像北京地区的延庆县 防山县 交通很不方便 有的拖了很久才去医院看 县里看不了到室里看 能见到拖得很久的病人 皇帝曰 人之善病寒热者 何以后之 少于达曰 小骨弱肉者 善病寒热 皇帝曰 何以后骨之小大 肉之间脆 色之不易也 少于达曰 全骨者 骨之本也 全大则骨大 全小则骨小 皮肤薄而其肉无 其必诺诺然 其利色戴然 不与其天同色 乌人独异 此其后也 然后避饱者 其水不满 故善病寒热也 皇帝曰 人之善病寒热者 何以后之 第三个病 讲的是病寒热 寒热是物寒发热 现代中医学中 把魏寒和物寒分开 说魏寒是在里的阳虚 得以可解的 物寒是得以被不解的 在表的 这是人为的分法 在历史上 这两个名词之间 没有严格的区别 现在作为标准化的术语 这样分 而在这里说的寒热 很难分清是 胃寒还是物寒 人为的把外感 和内伤分开来叫 具体到临床时 看病人的表述 问诊时要分清 不过现在 习惯在病例描述的时候 还是按现代 这个格式来写 这是一个通用的说法 但看历史文献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 现代的标准来批判 意测这个说法 如何知道这个人 是忽冷忽热 好病物寒 胃寒或者发热呢 少于答曰 小骨弱肉者 善病寒热 对每个病 都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皇帝就追问 一直追问到 能落实到诊断的层面 皇帝曰 何以后骨之小大 肉之尖脆 色之不易也 怎么才知道 骨和肉的大和小 强和弱呢 少于答曰 全骨者 骨之本也 全大则骨大 全小则骨小 全骨者 骨之本也 全大则骨大 全小则骨小 大小是相对的 看全骨推测 全身的骨头 在面向上 左右全骨是 较东西两月 冬月泰山 左 西月化山 右 两拳耸天 位高权重 全骨特别大的 尖壮的 力量很大 耐力长久 所以体力 智力都是相应的 全骨大则骨大 皮肤薄而其肉无 其臂诺诺然 其地色带然 带 已说是台 是烧火石枪上的灰 不与其天同色 污染独异 此其后也 地和天在面上 一个指下巴 一个指额头 今天上午我就见到的一粒 因大便干燥来拿成药的 口周围发黑 额头上不太黑 这个就是地天不同色 然后必饱者 其嘴不满 故善病寒热也 这样的人胳膊比较瘦弱些 通过胳膊能看骨髓 其嘴不满 故善病寒热也 经文在讲这个诊断的时候 先是提出一个病来 善病寒热 或者如现在说的教育中体质 然后说外后 说怎么看症猴 实际在临床上是反过来的 通过这个症猴反过来推测 它对应的是善病寒热 这就是讲述的方式和应用的不同 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 是对病机的推论 中间第二段是病机 最后讲的就是实际的诊断 皇帝曰 何以后人之善病毙者 少于答曰 粗里而肉不肩者 善病毙 皇帝曰 臂之高下有处乎 少于答曰 欲之其高下者 各是其部 皇帝曰 何以后人之善病毙者 第四个病 病毙 怎么知道是经常容易发生避症的人 少于答曰 粗里而肉不肩者 善病毙 皮肤上的纹理粗糙 不够致命 毛孔开大粗糙 肉不肩 很软 这样的人善病毙 皮肤粗 毛孔开大 风邪容易进入 肌肉不肩 不能间距在外 相当于里把墙加得不结实 空子特别大 材料又不结实 那就容易进猫狗 城墙不顾 外敌就进入 皇帝曰 臂之高下有处乎 臂病的好发部位怎么看 少于答曰 欲之其高下者 各是其部 要知道这个病是在胳膊还是在腿 是在脚踝还是在背 一般看病不可能没事先全身看看 作为系统的诊查 全身看看是对的 但是作为一个方便的办法 应看面部 五月五史篇和后面的五色篇会提到 从看颧骨到看夹绳 夹车 笔 鼓 镜 各有所不 哪个部位出现了特别的纹理和肌肉的改变 哪个部位就好发臂症 这就是望枕 除了对分部的望枕 前面还讲了对色泽的望枕 还有对特定病 对体质的望枕 前面提到了看颧骨制到骨的大小 是指面上的一块骨头 这里就提到了高下 各是其部 再结合后面的五色篇 说是看面部的分部就比较全面了 王帝曰 人之善并常中积聚者 何以后知 少于达曰 皮肤薄而不择 肉不肩而闹择 如此 则肠胃饿 饿则邪气流止积聚 乃伤脾胃胃之间 寒温不次 邪气烧至 蓄积流止 大聚乃起 皇帝曰 人之善并常中积聚者 何以后知 第五个病 常中积聚 积聚分为两个病 积为阴 聚为阳 龙同讲都是包块类的病 现在说积职有形 聚是聚无形 实聚是散 基属血分 鼠脏 鼠阴 聚鼠气分 鼠腐 鼠羊 那科学教材积聚病中的文献引证全都提到了 这里没有明确分类 少于达曰 皮肤薄而不择 肉不肩而闹择 如此 则肠胃饿 则是指光泽 在望枕上择和腰是相对的 腰是指无光泽 闹是指湿泥 连泥加水 闹则是指湿润 肉里面是黏糊的 有好多水 皮肤却不光滑 皮主肌肉 皮主流失 饿则邪气流止积聚 乃伤脾胃之间 胃流的东西太多了 皮胃之间 肩是指空间 皮和胃之间的那些空余的地方 寒温不次 次指次序 不次相当于不恰当的次序 寒不在寒的地方 热不在热的地方 这个情况临床是常见的 经常见的是所谓的上热下寒 皮热未寒 未热常寒 伤寒论杨明篇提到寒热流止的情况 好多人胃里感到发热 喜欢吃凉的东西 吃凉了以后又腹血不舒服 有的医生就对病人解释 这个病很难治 给轻胃火 下面就凉了 补下面 上面就上火 不好治 治不好病就有理由了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正是因为有了病 才会出现寒热的挫杂 要是不挫杂 那就不叫病了 一经最后一个挂是火水未济 上面是火 下面是水 是未济 反过来就是水火济济 这是正常的状态 蒸馒头 上面是水 下面是火 烤面包就不是这个现象 百姓日用之水火取自然之相 云雾蒸腾 这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是一直是在一经的理念指导下的 圣人取向 上升为理论 贯彻到日常生活中 生活起居习惯 也是习惯 人际交往中的关系都是这个相 它是自然之相 有病的相也是这样的自然之相 头上发热脚底发凉 这是病了 头上凉丝丝的 脚底热乎乎的 这常常不是病 很健康才这样 水火和活水的关系 大到天地挂象 上天下地叫否像 上地下天叫太像 那地在上面 天在下面怎么还成太像了 下面的天气 阳气 上藤 上面地气 阴气 下降 上下交争 否则的话音是阴 阳是阳 阴阳离觉 尖得更尖 弱得更弱 那就成一个反向了 这里提到寒温不次 就是不正常的次序 吐在不当的位置 邪气烧至 蓄积流止 大距乃起 只要阴阳这个格局颠倒了 就会出现虚的地方 邪气就会进来 留在这里 进一步形成大的积局 最简单的比方是妇科病中的孕妇流产 做了刮工手术后 出现卵巢囊肿 疏卵管炎症 包快 子宫肌瘤等 在流产的时候 终止了认身 形成一个虚位 把一个有形的胎给去掉了 虚的时候 风寒时都容易结聚在里面 再用抗菌消炎药如假消作 替消作等 引起胃肠道反应 常见用了这个药以后 出现胃肠的保障感 上腕部的保障感 灰逆胎或者黑胎 这就是寒大了 本来是造成了虚 再加上寒 这个药常常产生失像 盆腔积液 宫颈囊肿等 就可能发生了 上面所讲的五个病 第一个相当于风 第二个相当于热 第三个含病含热 更像虚和寒 在骨髓最深的地方 第四个是B 按五行来说 相当于坚硬的 金质一类的 第五个是长中拮据 相当于土相 这五种病看来 更像是对五行体质的论述 虽然这篇一开始 提到的是风气伤人 但这里提到人的不同体质 容易感受某种邪气 这几篇都详细讨论几个病 几个体质 疾病表现和诊断 看似简单 其实是用简单的事例 表现一种思想 后面的这一段 总结回到主题 因着一篇叫五变 就提到五变之计 皇帝曰 于文并行 以之之矣 愿文其时 少于达曰 先历其年 以之其实 时高则起 时下则待 虽不现下 当年有冲到 其并必起 是为因形而生病 五变之计也 皇帝曰 于文并行 以之之矣 愿文其时 病的形态 形状 是什么病 通过看皮 看肉 看面色 看骨相就能知道了 愿文其时 看什么时候得这病 哪一年得这个病呢 是三年以后得 还是五年以后得 是平时经常得 还是从小就得 某约史记载 张仲景给人看完病 预测过二十年后 能得什么病死 后来果然应验 有人说是文学的夸张 是对医生的神话 从经典上来看的话 那不是神话 可能是事实 皇帝提出了这个问题 知道了病行 愿预测疾病的发生时间 少于达曰 先历其年 以至其实 其年是指什么 是指并发的当年 还是病人形体所应的年 比如木形之人 在暮年或者岁在甲乙 这个说法有不同 按照素问七篇大论 对这个年时的相加 又分五蕴按照天干 六气按照地之 有大蕴 有流年的蕴气 就是来看看正常的 五行次序和年份五行的顺序 然后再加上天之五蕴的次序 和地之六气的情况 合在一起看看当时的气 属于五行中哪个胜 哪个弱 这较历其年已知其时 时高则起 时下则待 虽不现下 当年有冲到 其并避起 除了五蕴六气以外 前面提到的一日 二日 今日相克的时候 都是按照五行生克来算的 这个病到了相克的年份 就会加重 年份本身天气的变化 和这个病相克 并就会加重 到了我生 是好气 到了生我和本脏时 是最枉的时候 对一个脏内在的五行次序是这样 对一年的春 夏 长夏 秋 冬这五时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六十年的甲子纪念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范围非常大 从六十年的纪元到一年的季节 甚至到子五留住的一个时辰 这是外在的时间 内在的 从形体到五脏六腑都归到五行属性 有个深刻问题 综合起来的评价 这就是不同的五行系统对发病的影响 是为阴形而生病 五变之际也 特别重视阴形这两个字 五变是指形体的五种形变 下面说的那五个病就是指的五种不同形态 就是不同的人感受风 有生病的 有不生病的 甚至还有受风舒服的 这就是行不同 这可以通过外在看出来 或者是随着不同的年份 风与寒暑的多少 产生不同的病变 这里说的五变之际是一个大概说法 注意这个形 形体形象的形 关于这段 日本丹波渊简的助解说 运气学说是唐朝以后才出现的 最早在内经中出现运气的 是唐朝王兵整理出来的七卷 说是失事传之 历史上一直就有人对这个表示怀疑 说 这是王兵将不知在哪里倒腾的私货添加进去的 不是内经本来的 以丹 波 元 简为代表的一些人就认为这是侮辱的 仅仅凭运气七篇是唐以后才有的 就认为这是侮辱的 是缺乏说服力的 怎么知道这篇是从哪眼过来的呢 在这里单纯就五行来说 加上这篇篇名叫五变 上面就列举了五种不同情况 通篇来看前后呼应 这是一个整体 不一定非要像五运六七那么精确那么细致 但五行的大概理论讲的是不错的 所以一般助假对时高 时下 线下 冲到都不做解释 就是运气学说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五行的生克和缝克的时候严重就行了 具体在哪个层次上来看 是在年的层次上 在人形体的层次上 还是在五脏的层次上 这就要依据在我们诊断和治疗中索取的方向 在哪个层次上出了病变 我们就在哪个层次上给人调整 所以无论运气相加还是不同层次五行相加 像上一篇提到的是未五变 脏主东 色主春 都是在不同层次 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五行的 所以这两篇对应起来看都是谈五变 说五行的 我们仔细读这篇 有助于理解五行在诊断 发病 预测甚至对长期预测的时候的作用 简单的举例能把这个道理弄明白 反复读这篇并不只是学原文这底内容 更在于明白这个道理和方法